E-Banking 銀行 怎麼可以叫到外賣 可能是Yes 我覺得是你最後的單位 我們很厲害 我想你們何時開始用E-Banking 五、六年前 它出了手機APP才開始用 我大概是兩年前 環保 環保 然後就申請了 十年左右 然後就說過數 檢查自己的銀行帳戶 有多少錢 它那個Office Hour 不是那麼方便的OL 因為收工其實它都關掉了 去旅行之前 有時候可能會 搶定美金 它就會說你其實要先預約了 我純粹入張票 但前面可能是 入很多錢 開戶口 我可能是兩分鐘左右 但都不能插隊 可以改變每一天的轉賬 行業 Yes 可以 E-Banking 應該可以 可以 我有試過自己轉 五百元加到兩千 買袋 買機票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第一次設置它 只設五百元 然後我就按不到 我也想五百元買到機票 可以叫外賣送上網 銀行 Apps嗎 當然不行 這個應該不行 可能是Yes 我覺得它問你最後得到黑碼 是不行的 她說的 要不想有這個服務 一個App 又不是那麼多 太過周邊的服務 就不需要 可以拿ACM的密碼 應該不行 好像都是要分行 或是國營機改 應該可以 它都是電子東西 改密碼那些 即是OK 即是有錢紙 真方便 有機能再跟你對話嗎 有 我見過這個 好像有 是對的 我們很厲害 我有試過 它可以處理一般的問題 你有沒有照顧他對話嗎 有 無聊的時候 它說Hi 可不可以跟我聊天 只可以處理銀行的東西 買賣 買賣 加酒店配套 有沒有人票 輸入G票號碼 拍照給你 找男朋友算不算 所有銀行櫃位的服務 轉到網絡 在家裡輕輕鬆鬆 搞定所有的東西 我已經失業了 要進步 好 什麼 開賣 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